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被毁容的事情是吧 一个多大岁数的少女啊 才14岁对不对 才国中生吧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半年了 大家现在我觉得让我 17岁了 17岁了 刚开始我比较震惊的时候 是因为我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 我以为是刚发生的事情 结果发觉她这么严重的伤势 其实她已经发生半年多的时间 还没有 等于是没有一点点的好回来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咱不是说长得好看 长得难看都是平等的对吧 但是呢 就说这个脸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小女孩 我我首先受到触动 是发出来的她这张照片 多漂亮 这么一个小姑娘啊 要按这长相 她将来会有怎样的一生呢 是吗 但是被一个小男孩 给毁了容 但是这个事情啊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事情 不是什么多么罕见的事情 经常听说恋爱不成 就被这个毁容 我跟你说 现在还这种事还少了 我认为 在我年轻的时候 好像特别多 是吗 我小时候我不知道 在北京可能也差不多 我小时候在石家庄 我记得三天两头听说 那个时候兴这个 很害怕 消枪水 枪水 就是谈恋爱 谈恋爱不成啊 我们那个时候 我记得就是我差不多 一个月也得听说过 两三起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一个城市里 是 就是谈恋爱不成 然后你再等公共汽车 迎着你走过去 啪就枪水 和这个女的 这女工啊 就纺织女工我们哪多啊 就毁容了 我是在学校的时候 我以前念北一女中 就是台湾 就是第一志愿的女子中学 但我们就发生 曾经在我们 而且是我那一届 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那天放学时间 就有人在小门口 往学生 女学生泼这些 消墙水 女学生群体 对群体 你看到一批学生 四点多的时候 一出校门口 我们那个上门口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就有个精神异常的男子 就拿着一桶水 大概这样有十几个学生 就整个身上都被 那他显然不是求爱不成 对吧 他不是针对一个人的 对他听说 他好像是对我们学校的女学生 大概可能心理上有些偏见 所以他就 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个学生 跟他之间 或许有些之间 我已经有点忘记 那个故事背景 但他就是往这个学生方 那个精神异常的行为 后面是一个非常 人性常态的东西 就是说战略不到 就把它毁掉 这其实是人 他要是说十几岁的小男孩 都这样 是不是这是动物本能 是什么人性本能理的一种 应该是一种 所以就是一直要 人所以要有理性 来克制这些东西 人潜意识里都有这种愿望 非常想要一样东西 但是绝大部分人 不会这么干的 那是因为你有理性 你在克制 你的意思 我想这么干 是吗 可能啊 可能你想都没想 但你的潜意识里可能有 潜意识里可能有 傅教授 傅教授说的好 傅乐义的教授说的好 傅乐义的教授 可能你是把那个 把它转换成语言 有时候你揍 骂 对不对 不过这件事情 你讲的对 这是半年前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 现在变成大新闻 是靠了两个因素 一个是这个花季少女 这个对比非常强烈 其实呢 所有的烧伤案 你把烧钱跟烧伤以后的照片放在一起 都是很害人的 任何的火灾的烧伤案 尤其是脸部 你哪怕是男的 哪怕是老人 你做对比也是很惨 但是又是花季少年 这个是一大新闻 第二个就是官二代 这两个是网上的一个热点 尤其是第二个 所以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网络事件 这个事情就变成全民关注了这个事情 然后呢 政府也煞有介事 就是公安就是出全国声明 我们一定要什么严惩不待 而且这两家呢 你现在发现了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案子 这个比如说一个要加薪案 这个两家之间呢 到最后还是没完 你比如要加薪案 那儿子判死刑了 前一阵又传出一个新闻 说原来说你赔我多少钱 我也不要 现在呢 我又要 对吧 回头拿20万 上门拿20万 然后又打起来了 就会有这种事 这个也是 这两家呀 都挺会来微博的 一家的好像又在说 我都听他们说 一家就说呢 说这个 他早就跟我们家儿子 这个早恋 但是那边呢 就严格的不承认 说我们没有早恋 还出来一种说法 说是什么呢 就说这个女孩子啊 原来跟这个男孩子是被逼的 比如说这个小男孩啊 搂着这个女孩 是吧 这女孩不敢动 因为这女孩要动呢 他就会掐他 就会打他 必须在人前 这个女孩就不敢动 就让他这么抱着 这可能也是一种说法 所以事情都有机可 我看到报道还说 女孩子就是为了躲避和男生之间 这个他们之间的互动 所以妈妈已经帮小朋友转学 转学了以后 因为男孩子知道 女孩子的家里面在哪里 所以就会找上门来 所以为儿子先找到学校去 然后结果呢 他就是为此还生学一年 就是为了躲避男孩子的纠缠 最后是为男孩子找到家门口了 甚至家门口当天呢 妈妈都已经跟他讲说 我出门时候已经看到男孩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可见他已经警告女儿是小心一点 可见这孩子 男生跟小女生之间互动 永远一直已经没有善意存在了 然后女生就说 我不要下来见你 不要下来见你 到最后是男生 可能这个赖着不走等等 女孩子心意软一下来以后 当场就悲剧发生了 所以这是长时间的一个 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避开掉 而且你知道说 现在要在中国 你要引起注意啊 你真是得会聊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老研究这个 我认为香港的高官 统一都不会聊 对吧 你会聊就是说 你个平民百姓 你的小事 怎么能引起注意啊 不管是受害者想呼吁同情 还是说那一方想减少责任 是吧 你要呼吁着重视啊 你看得 他们比新闻界还懂这个事啊 比狗仔队还懂啊 就是说 他是官二代 然后呢 这一人又搜索 说他爹到底是什么官 最后好像说 又听问 你们大陆办公室主任 是个什么官 对 人家说 核肥是审计局办公室主任 我想他可不是 可不可以有够大的权力 影响到公安的办案 然后是不是每一个公务员 都有这个能力 或者我的感觉就是不清楚了 看上去好像没有了 从这个事情来 但是这个字 这个符号 在网络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这倒是值得 不仅是官方 传媒界 值得大家好好反省 因为这么一个词 为什么 这个反观的情绪 发展到这一步 曾几何词官 是人民公谱 是秦武兵 大家都非常信任 为什么现在官民的矛盾这么突出 这个离开这个案件本身了 但是徐老师 我又突发奇想 我最近我不光看国内形势 你知道我也一直管着国际形势 对吧 我觉得当然 一个是中国的特殊情况 可能有官民之间的一些矛盾 但是我觉得这个背景 是不是有个全世界的背景 你看在香港 这个民呢 也越来越不奋这个官 对吧 在台湾 也是民越来越不奋官 你在看英国 你在看美国 甚至你看全世界 是不是我觉得现在有个 整个世界的一个潮流 就是说 平民百姓啊 越来越不奋这个当官的 或者当政的 你觉得有这么个背景吗 不是 官民呢 是肯定是有矛盾 从古资金就有矛盾 我们咱们古话里一直说嘛 官比民凡 民不凡 但是现在 只准什么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等等等等 但是解决这个东西呢 有两个办法 像英国的办法 基本上是假定官 做了官就要做坏事 因此呢 但是老百姓呢 又不得不需要官 因为没官呢 老百姓自己才杀 他们有个理论的 就假如一个官都没有 没有警察 老百姓就会 大家为了自己 所以我们就把权利 以后不实的理论 交给kindenship 就交给国王 交给他们的武力 但是呢 我们要监督他 所以他们搞出一大套的监督制度 你要造官 要要要申报啦 你这个 你资本家可以做的事情 当官的不能做 老百姓能够 二奶的事情 你当官的不能做 等等等等 就这样 老百姓呢 想做私人游艇 也做不上 那你当官的也不能做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年份完将 也仅更久 他的一生颠沛流离 却为何能在蜀中 偷得几年安逸 他做事幽国幽民 成都岁月 带给他怎样的转变 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之际 走入草堂 讲述师盛的别样春秋 文化大观园 星期五 凤凰卫视中安排 你看又婷还是比较这个现实 他说都是钱了 对啊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们说 为何事件拖延数个月以后 才曝光 我觉得到最后 其实就是很实际的问题 永远都是因为到最后 赔偿谈不清楚 但这就是两件事 为什么又要诉诸微博 为什么要有一些 让大家会注意的字眼 然后引起大家注意 一样啊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律 保护大家 可以在民事上 行事上 取得赔偿 行事上的刑责 让这个施暴者 可以坐牢 或者是他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是让被害者的家属 感觉你有负责 这是心理上的安慰 我觉得 我想没有一个人 愿意看到另外一个人 被处决 或者是去坐牢 另外一件事 民事方面 是我实际上 我的生活要过下去 这个烧伤 是好几十年的一个附件 而且烧伤 常常的生活 妈妈已经半年 没有办法上班 小孩子以后的这个 附件整容 妈妈在哭诉的时候 我听到的句话 她说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每天来 其实我们都很感谢 我一路都送 那个 男孩子的爸爸妈妈 出医院门的 那个时候刚开始 他说我非常感谢 他说但是我没有想到 后来他们这样子 对我们好了一个礼拜以后 只是要我们签一个书 说以此和解 然后呢 在法庭上 希望能够对他儿子的控辞 不要这么严厉 他说那这样 我就觉得 那一切 这个都是假情假义 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人 都还是情啊 这个情在 只是说现在 大家处理事严方 这边都用钱在 那我们就反感了 所以事情 但是钱是很现实的问题 当然当然 我现在觉得你说 这个钱不能代替亲情 钱不能代替爱情 但是我现在发现 很多时候 钱是很有用的 真的 他们老说 钱不是万能的 我挺讨厌听这个话 我认为 就我认为就是说 没有完美的感情啊 很多报偿 你给点钱 你好比说 这个有的男的 那就跟这个女朋友 就分手了 或者说抛弃了 我认为给点钱的 比不给钱的要仗义 对吗 我说远了 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还是听听 这个受害的 这个小女孩 她自己怎么说 挺可怜的 咱们看一看 结果她把我挡在楼梯口 把我出去找120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最好跟你父母说 不要报警 就算你报警了 你也觉得我父母是当官的 我报警了 你报警了 以前我都有很多案底 我都是进去就出来了 如果 你报警了 我进去了 这次也就都就待一个礼拜 我跟某个想法 是把我搞出来的 但我出来了之后 如果如果我知道是你叫你父母报警的 你和你全家就得死了 到时候你们就后果自负 所以事情永远不是突发的 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如果知道 刚刚小女生讲的 这个男孩子已经进去那么多次了 所以他不怕 他没有怕过 所以这个父母的负责 倒也不是说 在这一次 是你整个遭遇的过程当中 你就给小朋友 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 从这段话看 他虽然他的父母官病不高 都讲级别来讲 但是这个干部子弟的身份 跟这个事情是的确有关系 至少这个小孩的心理上是有关系 除非是你能够证明说 这个小女孩是瞎说 我们现在假定他说的是事实的话 是有这样的人 他也许上面的官并不大 但是你会碰到 他会跟你说 我吃罚单 全部进去都可以消掉 对不对 常常有这样的人 他并没有多少 真的没有没有多少 很多人建立了这么一种 对权力的依赖心理 年轻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社会 每个人心里都有的 不信你听一听 本质上每一个酒桌上 这些个男人们至少 吹嘘的都是这个 他可能是骗子 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谁不喜欢说 我们家有人在什么当省长的 我们家谁谁谁 可能他是胡说 谁谁谁是公安 公安咱有人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 公安咱有人 你没事没事 犯什么事 我给你摆平 你在台湾听什么 这个事吗 没有 以需要公权力为 我刚才话没讲完 因为英国人是强调权力监督 中国人传统上 倒不是假定官是坏的 中国人内身外亡 强定好人能做官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尤其是49年以后 很多人真的相信 在上面的人都应该是好人 中国现在的混乱 就在两个逻切同时并用 就一方面宣传官是好 叫大家相信 但另外一方面 老百姓又想要监督 因为他们不相信 所以这官二代 就引起更多的名分 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 又听我倒是想问你 一个妇女新知的问题 就是说这种事实际是极少数的 你必须得肯定它是个案 可是这是一种人格 你知道吗 这种男人在香港这叫缠绕罪 在台湾你刚才说一词叫什么 霸凌 甚至有人说叫欺凌 你知道吗 哪个女的谈恋爱 都怕碰上这个男的 这种男的 也怕男孩子也怕 女孩子动不动就 哥 女孩子不会毁人 是是是 自残自等 哥晚 说你不要 我以前也碰过男生朋友 跟我说 他就说 你不 你只要今天不来上课 我就 我就在家哥哥 跟你看 是是是 这个大家都担心 这种心理上的一种 就极端人格 极端人格 你觉得 但是你怎么能够在 交往的时候 这种男的看不出来 所以我常跟我女性朋友讲 我的感觉是说 大家都追求一种 极度的浪漫 一些人可以会 他对你好的时候 哇 那个24小时的公事啊 打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啊 宝贝 然后送什么 满树鲜花 大家以为很羡慕 通常我都觉得 当他可以极度高昂的情绪 他就可以极度 震怒的情绪 这个大家要想清楚 有没有人说 他花了这么大代价 给你999 每天每天送 每天送 你哪天翻脸不认人的时候 他可以说 我认赔 不太可能 这是一种心理学上 应该都有研究 他有极端的高昂 他一定会有极端 所以大家不应该去 太相信或着迷于 或希望你的女朋友男朋友 做这样子 真的 极度的事情 我觉得 这都不是好 我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分析的标准 比如说 有些人 他在求爱的时候 他能够做出 惊天动地的事 其实这也是一种 反常行为 那么 他在求恨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有 同样的创意呢 对吧 是哦 我觉得大家就是应该这样 因为我们在好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你好 你会觉得 你没有感受 你不会想到后果嘛 因为你觉得他永远都会对我这么好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 你在挑选队上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一种个性 德国有个小说说钟摆 就是你把那个钟摆的东西 你把它放到五 它荡回来就到七 你把它放到四 它荡回来就到八 你拉得越高 它弹回来越厉害 他说这是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就是说 你的希望越大 你幻灭的力量也就越大 对 所以碰到狂追你的那种人 其实不见到是好事 要跟他抱着距离 可是像我们比较淡然 对 这样我也是给你们解套 就这样不需要用 只要全员解 咱也不打个电话 买不起999朵 问题也不大 对 问题也不大 咱没送过花 其实这样的人可靠 对吧 千千三言行广告 最后见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既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中之有机组成部分 又融合中原及海外文化特色 因而造就岭南人入实开放兼容的独特性格 成为民族的创新力量 与我们一起深入此地 构筑最真实的岭南印象吧 印象岭南 星期二 凤凰卫视中安台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能舒适一路临线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真实 茫茫人海中如何间别危险的潜在的男人呢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未婚吗 所以呢 已经开始 也未婚 就是一样 我要茫茫人海中我要寻觅 要找 不是不只是有实体 最少男女 少女生要寻觅 除了我们这门都是危险的 所以呢 他们就 我就已婚的一些朋友告诉我 就有一天我真的听懂 他说 又婷你观察一个男生 倒不是他 除了他对你好不好以外 而不是说你尽量的去看他 要对你多好 而是说这个男生本身的夹照问题 以及呢 你甚至很简单 就看他开个车 他闯个红灯 吃张法拉丹 以后他的反应 如果他是觉得无所谓 那这个人对于道德的规范上面 他就很无所谓 那那么在你的婚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 或是他出轨的机率就高 因为社会给他的约束力不够 对他来说没有作用 所以你就不用太期望他会忠诚 但如果他只是在这个过个马路啊 闯个红的饭点规的时候 他就紧张 或是他会想说 要赶快把这个罚单缴掉 他的这个家教教育上面 对他自己的道德约束才是最重要的 哎呀 以后跟又停在一起走 一定要遵守交通工作 对 你讲的这个非常有象征性 在内地真好相反 很多女孩子说 如果看到这种男的 吃一张罚单都心情胆战 小男人没出事 小男人对 他们喜欢男人 本来不是他还要特别显出 过了红灯无所谓 你要我开快 我就闯 闯了以后 我可以公安局里消掉 很多人觉得这个男的有气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没错 真的很大的不一样 你说有的女的敬我骂 我说你还是个男人吗 这整天前怕狼后怕虎的 就是 这真实他不知道 我们这种人考虑问题 很周密的你知道吗 是啊 没出息 没出息 他们觉得你没出息 可是我觉得这样才是保障啊 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 大家现在讲说 太多这个爱情不可以相信 但是这个爱情的本身 不是只有你爱我 我爱你嘛 它是包括整个社会 给你的约束力 不然 如果就单纯 你要我爱你 那我们也不用婚姻制度 也不用法律上规定说 只能一妻夫一妻制 就是已经看准 人性不能这 其实你想想吧 男女关系啊 是最危险的 对不对 你说你们俩谈恋爱的 你们什么黑地方都去 其实只有你们两个人 周围 你们俩就爱去那个 最黑暗的地方 这个男的要是个危险分子 你知道你们俩会吵起来 或者会闹起来 他会干什么 而且 他把你买井里都没有人知道 而且 红灯白丹子 就是像这些 但其他很多事情 贪扶 各种各样的事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喜事录 女的 叫不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